這個病人非常奇怪 他年紀輕輕的以前在新加坡流血 他的先生是在澳洲流血 他先生很熱衷一個什麼 你們大概都沒有聽過 叫做巴西格鬥 也就是現在的特斯拉的 L.Mask要跟臉書的紫克伯 他們決定要在羅馬辦一場競技賽 就是巴西格鬥不是柔道 那病人曾經用他先生在 在台東是有巴西格鬥的那個教練場 他們格鬥 看羅班怎麼看怎麼像那個日本的摔角 那這位小姐年紀輕輕 也生了一個妹妹 可是在台東做了四個人六次失敗 那在我們醫院我們取卵 AMH1.62 我們取卵不多 取卵四次 那第一次只是沒有 也成功流產 第二次只是生了一個女兒 是 三十七週兩千三百五十公克 那這個案子我一直想不透的是 他的取卵是都很少 可是他生過 AMH1.62 沒有道理 在我們醫院要取到四次卵子 那總之 他那一天拿蛋糕來給我們小姐 一大堆滿列蛋糕 他說蔡醫師 我六月份要來找你做第三個小孩子 我說嗯 現在是八月已經過了兩個月 不過我 我講了這個在新加坡流血的太太 在澳洲流血的丈夫 他們生意很忙 可能是做大生意人 所以可能忘記了 他六月要來做使館這件事情 恭喜 歷經了 我這邊取卵四次嘛 台中六次嘛 十次取卵 終於生一個女兒 恭喜